我是Ivan,剛才收到一個 email 說 ActiveCampaign 剛剛就 raised 1 億美金,即是 Series B 我用了 ActiveCampaign,我想未夠一年,大概一年的時間 那時候我就有用過 MailChimp,也有用過 MacMimi,一些不同的 EDM 系統 後來石sir 介紹我用 ActiveCampaign,因為裡面有 Automation 一個真的 Automation,就不是純粹講的 那我就試了,發現它的確有很多東西可以 track 到用戶的行為 然後再去做不同的工作,譬如可能將它發放另一些電郵給它 知道那個用戶點擊那個電郵的連結 那對於理解那個用戶,喜歡我的內容 或者是不喜歡我的內容,也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就都越來越喜歡用 那見到它收到一個 Investment 的時候 那當然是代表它想繼續進步,多一些功能 那作為用戶當然是開心的 那最開心的當然是,如果它既然有這麼大的錢 越來越多客人,會不會有些功能可以 給我們這些小的計劃都可以用到,那就最好了 那它一些的數據就是,現在有九萬個客人 ActiveCampaign是一樣很有趣的 它這九萬個客人都是給錢的客人 因為它沒有一個叫做 trial 版 也沒有說少過多少個電郵就不收錢的,就沒有這些 那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很踏實 比身錢都在用的,就不是在用它的一些額外資源 那它就特意行一個這樣的策略 就跟 MailChimp 又不同,它就是一個很大的用戶群 那但是都挺厲害的,它有成就來一億美金的收入 如果 MailChimp 我沒有記錯就是三億多,就是2019年 那就大三倍左右,那 MailChimp 就有千多個員工 那它都有五百多個員工 那原來都做了十幾年了,十七年了 它這個生意 那它最主要說的就是,一個真是叫做 customer experience的 automation 那我都挺同意的,現在就是 因為之前不理解,就純粹以為是 傳完一個電郵,就第二個電郵,隔三天就傳第三個 那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 sequence 或者叫 drip 的做法 那但是真是一個 automation 那這個 automation 呢,suppose就是 就是在多一個層面那裏知道那個用戶 跟你的那個電郵啊,跟你的內容那個 engagement,即是互動性有多強 那從而才再去發放一些不同的電郵 那所以我覺得它叫做一個 customer experience的 automation 都很合理 那它強的地方就是那個 automation 其實它是貴一點的,比起 mailchimp 就是因為那個 automation setment就是它用tag的 那現在呢,我叫 mailchimp都開始參考 開始用tag這一樣東西 那Personalization 就各個的EDM系統我相信都有的了 那至於這個叫做orchestration 是拿來做些什麼的呢,讓我看一下先 它說有個setment 就是說那個用戶中不喜歡你的那些東西 然後就可以把那些數據 放回Salesforce 那我又沒有用這些,所以我就不知道 那接下來他們都會繼續在這個層面那裏做好些 那好像說會international expansion 就是國際性上做多些東西 那所以如果你問我呢,我也覺得它這個叫做cxa 就是那個customer experience 的automation已經很好 那它說接下來就再進步一些 那如果未試的,可以了解一下 因為它都貴一點的 如果你真的需要那個叫做email 或者customer automation 你就可以嘗試考慮一下 它也都好像沒有,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一試的時候就給了錢 就是full pay了一年 因為full pay一年是便宜很多的 我沒有試用的 但我看到它現在有個按鍵叫做試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現在可以讓你去做測試 那如果你有興趣或者有問題 用active campaign的話,可以隨時聯絡我 那我也有個facebook fanpage 還有有個youtube channel的 那我們下次見吧 好少讀